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画里应找一般的海浪让许多人印象深刻 广泛建于室内装饰 衣饰 以及emoji上 正所谓好的艺术能穿越时空 《神奈川冲浪》里不仅在200年后的今天随处可见 在200年前它还席卷欧洲影响到了当时的印象画派 而创造出这幅传世之作的格式北斋 是个不折不扣的画狂人 他曾说他要用手中的笔画出世界上的一切 他的画作除了服饰会里的风景画 还有艺者画 春宫图 书本插画 以及漫画 各领域都有拿得出手的作品 但也许是北斋的光芒太过强大 人们常常忽略了他身边另一个同样有才华的画家 他的女儿 葛世英维 葛世英维小名阿荣 从小便对画画感兴趣 长大后更是想和父亲一样 靠画画度过一生 阿荣心情直率 婚后瞧不起丈夫画画不好 离婚跑回娘家 搬进了北斋的画室 画室里阿荣成天与父亲的一群男弟子混在一起 不修蝙蝠 抽烟喝酒 样样精通 母亲总唠叨他没有女人样 但他乐在其中 当时江户经常起火 一听到火警 他就想过了节 大火中新奇的颜色令他目眩 他一直有个野心 要挑出世上所有的色彩 就像北斋的野心是画出世间万物一样 1822年 他的野心得到了施展的机会 画室接到了一批来自荷兰的订单 客户要一批兰画 所谓兰画 就是将西洋绘画的构图与日本本土画材相结合 把所见之物如实描绘出来 特别是上色 要做出颜色深浅的变化 订单有15幅 北斋完成其中13幅 将另外两幅交给德意弟子弥柱和阿荣 阿荣跃跃欲试 他调出的色彩常得到北斋的夸奖 但等他真放手做了 他才觉出困难 虚洋画注重光影 所用的色彩跟讲求扁平画的服饰会 有着千差万别 他连调什么色都不知道 转耳挠腮之时 就有扇次郎来找他 扇次郎曾是北斋的德意弟子 擅长美人画语春公图 画号西斋鹰犬 由北斋第二之称 后来扇次郎自立门户 在北斋的死对头龙泽马琴那里 接过北斋的班 继续为马琴画插画 扇次郎倾慕阿荣已久 这次找他 是为结伴去吉原游乐 到了吉原 无非声与色 阿荣对声没什么感觉 但他爱上了这儿的色 雪白的脸 紫红相间的衣裳 在灯光下显得浓淡有致 他发现了光与色的奥秘 他得到了灵感 画出了麦春妇 只是色彩的过度仍显幼稚 北斋很不满意 阿荣想重画 但交稿在即 北斋强硬地说 与其有后悔的功夫 不如努力准备下一件工作 北斋有意磨练阿荣 还派他把画交过去 交接人说 那幅卖春妇 不像北斋的手臂 差到令人发指 这画让阿荣备受打击 尤其是对方并不知道 那幅画是谁画的 阿荣正在桥上沮丧呢 没曾想 父亲在家里担心不过 亲自来找他了 父亲说 其实他也像阿荣一样 常为自己画不好而焦虑 他想画得太多 但画迹远跟不上想法 为此 他虽有了很大名气 但仍坚持 每日练习 北斋充沛的画力与热情 就像太阳 带着阿荣走出了失败的阴影 但阿荣刚振作起来 北斋就倒下了 医生说是中风 有些严重 一旦卧床不起 搞不好会变成植物人 各大出版社和旧友 纷纷送来慰问品 其中来了个阿荣 意想不到的任务 龙泽马秦 马秦是知名小说家 之前请北斋 为他的小说画插画 结果在北斋作画完成后 私自做了改动 让画里的人叼了草鞋 北斋觉得不雅观 但马秦坚持不改 北斋对自己笔下的作品 从来都是按自己的观察考量来的 但马秦这甲方也毫不妥协 俩儿的合作就此闹掰 从此一见面就吵 这次北斋病倒了 马秦来看 不是为了冷嘲热讽 更多的是出于惺惺相惜 马秦也老了 他之所以撑着一把老骨头 没退休 就是为了写出 更多更好的小说 而他也想看着北斋 这个他最强大的对手 继续战斗下去 一体一有的两人 曾因对艺术的苛求而分道仰镖 如今又因对艺术的执念而重逢 马秦给北斋送来了自家节的柚子 让阿荣将柚子切碎和酒一起熬化了 喂给北斋吃 从此阿荣将画室的工作交给其他师兄弟 专心照顾父亲 这个画痴女儿也想早点看到父亲重拾画笔 在他心里 父亲就是光 他不想看到这束光过早熄灭 就这样 切了不知多少个柚子 到了换季的时候 北斋终于能获出画笔了 然而积劳成疾的母亲去世了 母亲是个传统中的好女人 虽然唠叨 但照顾丈夫总是尽心尽力 如今母亲死了 阿荣心中却无波澜 并不似父亲病倒时那般伤心着急 他发现自己并非不爱母亲爱父亲 也许他爱的只有父亲的话 难道他已经爱话 胜过爱家人了吗 这样的想法让他陷入自责 善次郎安慰他 他的母亲会理解的 接着善次郎为阿荣展示了自己的新画 浓淡有质的蓝色 那是他引入新颜料普鲁士兰的得意之作 阿荣欣喜 善次郎终于有了自己的独创 有望摆脱北斋第二的名头 沿着这幅画 他对善次郎的感情开了闸 他接受了这个总能在他困难之时 温柔地给予他安慰的人 但在这份感情里 有几分对话 有几分对人 他并不清楚 他确实沉浸在善次郎的温柔香中 虽然他知道善次郎的生活很风流 整日和异己混在一起 但他仍然非常崇敬他 善次郎是除了父亲之外 唯一了解他的人 不久江户大火又起 这次波及到了善次郎家 别人都说善次郎搬走了 阿荣很久都没有再见过他 这场大火还烧毁了不少出版商的仓库 著名出版商西村屋 因此失去了所有珍贵的刻板 西村屋的老板特意来请 痊愈后的北斋 想通过他的版画 宠政西村屋 北斋欣然接下 这一次他推出的作品是 《赴月三十六景》 版画一经发行便大受欢迎 北到松前 满到左舟 葛氏北斋的大名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此时是1830年 北斋70岁 即便拥有如此盛名 北斋和阿荣的生活 还是一如往常 因为江户屡发火灾 他们经常搬家 常常是阿荣拉着两轮车 驮着北斋和他的作品 来来去去 当然每次搬家后 家里还是乱得下不去角 这期间 善次郎来过一次 善次郎和一亿季结了婚 婚后已不再碰画笔 他既不甘心 永远被称作北斋第二 也不像阿荣对画画那么痴迷 索性 他开了家妓院 善次郎听说 阿荣还在给北斋当助手 有些惊讶 他觉得阿荣 完全有实力自立门户 他在北斋发行的话中 发现了阿荣的笔迹 画力已有很大提升 而且他知道 阿荣从小就对绘画 有自己的想法 这正是擅长模仿的他 求而不得的 如今 他自己是放弃了绘画 但他希望 更有天赋的阿荣 能在绘画之路上越走越远 我以为你也有光 你也会变得暗 善次郎的话让阿荣惊讶 从小到大 他都一直生活在父亲的身边 在父亲的衬托下 他一直觉得自己是极其暗淡的存在 但现在 善次郎说 它是光 令人目眩的光 这份肯定 很快就发挥了作用 在接下来的画作 《夜莺美人图》中 阿荣尤其精心构思了一番 女人在灯下作诗 夜莺 星星 路灯 交相辉映 这题材不寻常 但他喜欢 他觉得在夜里 一定能引出 白天引不出的诗句 然而他还没来得及把作品拿给善次郎看 就听到了他的死讯 死音是风寒 他们之间就像一场疾风咒语 来得猛烈 去得决绝 阿伯爷 这一声 他把这份情 全部融入他的作品里 每当他提起画笔 他与善次郎的一切 仿佛就在眼前 不知不觉 他就画出了当初 与善次郎去集园时 所见到的一级乐诗 在他的心里 每个一级乐诗 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人物落到纸上 便有血有肉 在这幅 三曲合奏图的落款 他写上了 葛世罪女的名字 亲近之人相继离去 让阿荣领略了 服饰会的深层意思 人生海海 疏忽即灭 唯有画纸上的光色涌存 北斋的身体 也随着年龄增长 越发虚弱了 但他对绘画的激情 丝毫未见 在他九十大寿那天 他看到阿荣画的富士山 突然来了灵感 在旁人协助下 他撑着软垫开始作画 终于画完 北斋似乎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 这是北斋的一作 富士月龙图 不久 北斋病逝 七十年的工作生涯 三万多幅画作 北斋用一生犬释了 以身为柴 投入艺术之火的意义 而他也像画中的寿龙一样 盛着青烟 忽悠悠 飞到了天上 北斋死后 阿荣住到弟弟家 继续着每天画画的生活 弟弟对他极为包容 就像阿荣当初对北斋那样 阿荣照旧满街跑 闲时也逛极远 他依旧为那里丰富的光影痴迷 他以极元的景色为参照 画了极元格子仙图 所画色彩处理极为细腻 在服饰会传统画法之外 还融合了西洋画的精髓 由你们和服上的色彩纹理 都画得清清楚楚 偏是那房间里 由你们的脸 都恰好被格子的阴影遮住 这种花飞花 雾飞雾的光影处理 正是这幅画最大的魅力 就像是一个迷 吸引你去探寻 去追究 阿荣的风格 由此在服饰会的大画卷中 熠熠生辉 他本人被称为 日本的伦伯朗 他的画也被称为 光之服饰会 至此 一生都仰望北斋光芒的阿荣 也终于成为了别人的光 好了 我是小明的媳妇 请下载K星球 认识更多K星人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